在分别编写了静态结构和核心数据之后 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将这两个部分结合起来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获取一个月的真实的月份数据 然后将它渲染到我们之前编写的静态结构中 首先我们来新建一个js文件 我们这里叫做main.js 那么同样的将所有的功能包裹在一个匿名函数中 因为我们在页面中需要先引入data.js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data pick对象是已经存在的了 我们将它复制给一个本地的编量 然后我们为它先建一个buildui的方法 那么这个buildui也就是我们的渲染函数 那么这个buildui为了方便呢 我们也给它一个参数 就是year和month 用来指定你要构建哪一年哪一个月的ui 那么这个函数的具体功能怎么编写呢 一般来说如果你是在业务中碰到这样的请求 需要将一个数据渲染到一个结构中 我们会使用一个模板引擎 但是因为我们这里没有依赖任何第三方的模板引擎 所以我们使用最原始的拼接次不串的方式 那么首先我们需要获取到这一个月的数据 我们叫它math data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月的数据 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将这个结构拼接出来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做 把这一段的结构呢 复制一下 这边呢我们就先屏蔽掉 然后放到这里并且拼接出来 我们叫html等于这样一个字符串 那么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 将它变成一个合法的JS的字符串 我们在每一行后面加上一个引号和加号 然后在每一行的开头加上一个单引号 这样的话这里就变成了一个合法的JS的字符串 然后呢 我们需要将数据填写进去 那么我们可以逐一去查看这个结构 为了方便查看 我们先将换行取掉 那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们的head区 head区里面有一个当前的年份和月份 那么这里我们稍后进行处理 目前先不管这里 最重要的是我们body部分的渲染 body部分的渲染呢 这里表头是不变的 正纹部分呢 我们暂时先保留一行即可 因为我们会根据数据来做这样一个循环 那么这里就是body了 然后中间我们会做一些事情 然后最后在循环完之后 我们这里在html加等于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正纹的部分的渲染 正纹部分的渲染怎么做呢 我们用一个负循环 负 i小于must data i++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针对每一个日期来进行渲染 那么针对每一个日期进行渲染的话 首先我们需要以周围单位分辨出哪一个是开始 哪一个是结束 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加上这样的tr开启标签 在一周结束的时候需要加上tr结束标签 那么我们这里判断一下 如果这个i 如果它能够被7整除 也就意味着它是每一周的第一天 那么我们就给html加一个tr的开启标签 那么如果它被7除的时候 于6 那么就意味着它是一周的最后一天 给它加一个b和标签 这样我们就解决了这两行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就是针对每一个日期 去渲染一个单元格 那么就是html加等于td 然后加上这里面的就是show data 我们之前说过 这个show data就是用来显示它到底是哪一天的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完整的html 那么最后我们将这个结构放到页面中 就完成了我们的渲染功能 为了后面的扩展呢 我们这里不直接将它放到结构中 而是采用一个另外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用一个init 然后给它传入一个道名元素 来做这样的事情 那么为了这样的改变呢 我们的build.ui就需要将这个html返回出去 所以我们首先需要拿到这个html 也就是setpick.build.ui 这样获取到html 然后将这个html的内容放到dom中 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的这个编写 那么在外面呢 我们可以这样去做 首先引入我们的main.js 然后调用它的init方法 然后将我们的 至外层的包裹元素传进去 也是点ui-datapicker-wrapper 这样的话它就会渲染到我们的datapicker了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刷新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日历 已经是被渲染出来了 结果和我们预期的一样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处理一下刚刚说的header区的 当前月份的显示 我们这里是写死了2016年12月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那么我们事实上呢 是需要根据我们日历的数据 来显示当前月份 而我们日历的数据中 只返回了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只包含日期的数据 并不包含年份 那么为了让这个地方 能够正常显示呢 我们对这个数据进行一下改造 首先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地方是有year和month 那么我们能不能将这个year和month 返回出来呢 答案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我们直接返回的话 这里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month 它是可以越界的 也就是如果用户传的是零 这个时候year是不对的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对year和month重新取一次值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我们已经取到了 当前月份的第一天 我们就以这个数据来取一下 year和month的值 同样的月份需要加1 这样取出来的值 就不存在月界的问题 那么返回的地方 我们同样需要做一些修改 这里我们当然可以将年份 放到每一个日期中去返回 但我们同时也可以将它放到外面 也就是说我们最后返回 这样一个数据 year 就是返回年份 month 返回月份 days 返回我们刚刚的日期数组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外面 获取到我们的年份 月份 以及当前月的日历的信息 那么在使用的时候 同样我们需要做一些修改 这个地方 month data 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对象 那么我们原来使用的 这个length 然后以及它的数组 就变成了days 那么同样的这个地方我们要去把年份和月份加上即可 加上month date.year 加上一个中杠 加上month date month 然后再加上 就可以了 那么经过我们这样的改造之后 我们的head 地区也显示的是正确的当前的年月了 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2017年2月 下面正是2017年2月的日历 在完成我们datapick的渲染之后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我们前面说过 datapick是一个输入辅助类的组件 那么我们这里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输入框都不存在 而且我们在使用datapick的时候 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准备一个容器 然后再去调用它的方法 这个明显是不合理的 那么我们按照真实的使用场景来做一些改进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输入框 input type等于text 我们给它加一个class 方便我们后面进行样式的编写 比如说我们这里叫datapicker 那么给它添加一些样式 这个样式呢 不属于我们组件的内容 所以我们没有将它写到样式表中去 那么这个样式呢 就是业务中使用的 我们就随便写一写 为了好看一点呢 我们的宽度也写成跟datapick一样宽 这个地方呢是230个像素 加上padding5个像素 加起来是240个像素 聚焦的时候给它加一个边框 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 那么这样出来一个输入框 聚焦的时候会有一个绿色的边框 那么我们在使用这个datapicker的时候 应该是怎么用呢 首先的话 这个结构是不应该在我们页面上出现的 我们先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将它删掉 然后我们用的时候 应该是怎么用呢 直接是datapicker 点init 那么选择到我们的输入框 这样就可以将这个输入框变成一个datapicker 很明显这样的代码现在运行会失败 那么首先我们需要对这个datapicker的代码做一些改造 首先看一下这个init方法 init方法我们之前是一个包裹元素 那么现在很明显它变成了一个输入框 我们将它的参数改成input 然后呢 这个时候的input 它是不可以写inerthtml的 那么我们将我们datapicker的结构放到哪里呢 我们可以将它放到body中 那么如果直接是这样写的话 会导致我们页面所有的结构都被覆盖掉 这明显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这里需要将我们刚刚最原本的wrapper 单独拿出来 那么首先看一下我们的wrapper的结构是这样的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生成一个wrapper create element div 然后给这个wrapper加上一些样式 然后呢 我们将我们的html放到wrapper中 等于html 最后将它放到body中 那也就是document embody the append child wrapper 这样的话就可以将我们datapicker的结构 再完整地放回页面中 我们看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的结构已经又再次出现了 那这是我们的datapicker的结构 head body以及最外面的wrapper 但这个时候已经是通过我们的脚本 来完成的这样一件事情了 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的html中已经不存在我们datapicker的代码了 只有一个datapicker使用的代码init 那么我们datapicker中做的事情 是自己去完成这样的渲染 并把它放到body中 这样的话我们datapicker的结构 就已经基本成型了 我们的节目标不合 所以我们继续用这个节目标不合 我们的节目标不合 这点是我们的节目标不合 我们的节目标不合